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酒的文化 话说呢 法国人呢 应该说每顿正餐都离不开葡萄酒 那么他们基本上吃饭之前会有什么 会有这个前餐 前餐呢就一定伴有什么 开胃酒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 根据你不同的主食 也就是你吃的肉的不同 比如说吃鱼啊 吃白肉的 我们以白葡萄酒为主 那么如果你是吃红肉的 那么比如说牛肉啊 那我们就以红葡萄酒为主 那么另外呢 还有陈老师个人很喜欢的一种口味 就是玫瑰酒 那么它同样也是葡萄酒当中的一类 那么当然 如果比较正式的宴餐当中呢 应该还有一个消化酒 消化酒等等 所以呢 由此可见 法国人的饮食当中是离不开葡萄酒的 当然啊 我们说法国人的养生秘方 也和喝葡萄酒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葡萄酒由于它的葡萄当中的一些特殊的成分啊 那么法国人当然还有啊 美女们都是什么 靠吃葡萄籽来养生的 所以呢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论文 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主题 葡萄酒 那么让我们呢 一边跟着课文的讲解 陈老师还会给大家补充很多 关于葡萄酒的文化知识 那么我们等一下一起来探讨 那么 首先 陈老师给大家几分钟时间把整篇课文看一下 然后 根据课文的内容做选择题 alors je vous donne trois minutes pour lire le text et après vous faites des exercices d'accord? alors on commence 好 好 好的,那么题目应该都完成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聚起来看一下课文,Le 20。 La France est réputée dans le monde entier, surtout par la qualité de ses vins。 我们来看一下,法国,La France est réputée,那么在这里,être réputée,是被认为或者是以什么著称。 那么我们来看看课文当中,La France est réputée,以什么著称呢, dans le monde entier,在全世界。 sure du par la qualité de ses vins,尤其是它的什么,葡萄酒的质量,La qualité,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看看,être réputée,它后面是加了一个E的,那么为什么呢,它当然要和我们的主语La France,音信国家名做一个配合。 好的,那么,être réputée,再强调一下,是以什么著称。 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说,être réputée, laborieux,以勤劳著称。 所以呢,我们说,être réputée,不要忘了,我们意思解释为被认为或者是以什么著称。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句话, 所以我们说,法国人往往把自己的饮食文化 那么我们都视作为什么,视作为一种艺术,或者是再上升为一种什么,科学。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在法国人的眼里,葡萄酒并不是一项什么农产品,而是一个艺术作品, une oeuvre d'art。 好的,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这句话的主语, 每一个什么? crue指的就是产区特酿。 怎么样? a sa personnalité,那么personnalité在这里指的就是它的一个特点,特性。 而且呢,et il existe en France,在法国,有什么? 存在着这样的,des règles pour le servir et pour le déguster。 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有le,le代替的,同样是crue,产区特酿。 所以这句话指的是,在法国,上酒和品酒都有一套规矩。 葡萄酒不是随便品尝,随便欣赏的啊, 我们说,要品尝,要鉴赏葡萄酒,我们都有一定的什么? 一定的一些定则,一些这个规则啊。 所以我们说啊,servir,servir是什么? 蒸酒,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使用怎么样的葡萄酒, 以及如何来品尝葡萄酒,都有一定的礼仪规则的。 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在和法国人喝葡萄酒的时候呢, 还是要注意,要尊重法国人这个品酒文化,对不对?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面一句话。 debby 1920,servir plus de 25 confreries, à la gloire du vin français。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自什么? 自1920年起啊,那么当时在法国就诞生了什么? 超过25个协会。 那么当然这些,gong frreries,协会,都是葡萄酒的鉴赏协会。 那么超过了25个。 那么这些怎么样? à la gloire du vin français。 这些话我们可以理解为,自1920年起, 当时在了超过25个。 云南法国人的社会。 好,那么这一句话呢就谈到啦, 啊,不太就得一个等级去分,那么我们说 就是它的一个等级,就是一下式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后面一句话当中其实把法国的葡萄酒大致分成了四类,四个等级,对不对啊,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那么这是最高等级的,也就是我们平时简称为AOC,叫做法定产区葡萄酒,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法定产区葡萄酒,它是什么,是法国葡萄酒最高 级别,其实在法语的这个意思当中解释为原产地控制命名啊,什么意思啊?也就是,首先啊,它是原产地地区的葡萄品种,种植数量,酿造过程,酒精含量等,都要得到专家的认证。 只能用原产地种植的葡萄酿制,绝对不可以和别地葡萄汁啊,勾兑,AOC产量大约占法国葡萄酒总产量的35%左右。 好,那么AOC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啊,那么它是法国葡萄酒的最高级别,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下面一个级别,Vendélimité de qualité supérieure,VDGS,简线,我们说叫做优良地区餐酒,那么这一个级别是什么呢? 其实是普通地区餐酒,向最高等级,也就是ROC级别,过渡阶段,所必须经历的级别。 如果在VDGS时期,酒制表现良好的话呢,那么它就可以升级为最高等级ROC,也就是法定产区葡萄酒。 因此啊,既然我们说这个优良地区餐酒,也就是VDGS这个阶段,是一个过渡阶段, 所以呢,它的产量只占法国葡萄酒总产量的2%,这个档次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档次叫做Vendélimité,那么Vendélimité就是地区餐酒,那么首先它是什么? 是日常餐酒中最好的酒,被升级为地区餐酒,那么地区餐酒的标签上面是可以标名产区的, 那么它呢,可以用标名产区内的葡萄汁勾兑,但是仅限于该产区内的葡萄酒,所以呢,产量约占法国葡萄酒总产量的15%左右。 那么最普通的也是我们老百姓平日里喝的最多的就是日常餐酒,我们法语呢,叫做Vendélimité,那么它是呢,最低的一个葡萄酒级别,作为日常饮用, 那么它可以由不同地区的葡萄汁勾兑而成,如果葡萄汁限于法国各产区,那么就可以称作为法国日常餐酒。 那么当然它不得用欧共体外国家的葡萄汁勾兑,那么另外,它的产量呢,约占法国葡萄酒总产量的38%左右, 那么由此呢,也可以看出,日常餐酒在日常当中,我们的这个饮用也是呢,相对较多的。 好的,那么给大家大致上介绍了这样四个等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课文这一句话,这句话最后我们说, Vendélimité, sans indication du provenance,在这里啊,也就说日常餐酒啊,它是怎么样,是 sans indication du provenance, indication就是标明指出的意思,那么在这里呢,日常餐酒,它是不标明它的出处的,也就是不标明它的产区的。 好的,那么整个这一段,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那么和这一段我们说相关的,有这样两道选择题。 第一题, la France est réputée dans le monde entier, surtout par la qualité de c'est. 那么我们根据课文应该选择的是,Vendé,它的葡萄酒。 我们看一下,A和C, fromage是奶酪, parfum是香水,它们当然都是法国的一些代表。 我们因为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法国的葡萄酒,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的是杯。 那么第二题, depuis1920, ce n'est plus de,看看 combien de confreries à la gloire du vin français, 应该是选择C,25,有25个协会团体。 现在,优优优独播剧场的课计。 现在,优优独播剧场的课计。 有icht党的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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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优独播剧场的课计。 我们啊,优优独播剧场。 有icht党的课计。 你再课计。 在这种课计。 你也希望,有icht党的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呢 就要讲到如何来品尝 来鉴赏葡萄酒 那么我们说 la dégustation du vin 指的就是葡萄酒的一个品尝 同样是什么 同样是一种艺术 在课文的前面一段当中就有什么 提到了 我们说葡萄酒的一个品尝 它都有它一定的一个什么规定 所以我们来看看下面 首先我们看看应该要怎么样 要怎么 apprécier 要观色 对吧 观什么 你看这个表述非常的艺术化 是 la robe la robe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女孩子穿的连衣裙 首先见赏的是什么 是葡萄酒的一个酒色 la couleur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要怎么样 on distingue or jaune ouor vert pour les vins blanc et rouge vif rubi grenard cerize ombré pour les vins rouge 那么在这里让我们来看看到底如何来欣赏 我们说这个葡萄酒的颜色呢 首先它要分两种 因为我们说大体上葡萄酒分成两大类 对吧 一类是什么 是 les vins blanc 我们指的就是白葡萄酒 还有一大类是什么 是 les vins rouge 红葡萄酒 那么当然两种葡萄酒的这个色泽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on distingue or jaune or是什么 金色 那么 jaune 黄色 所以是金黄色还是什么 or vert这种金绿色 带有点绿色的 对于 les vins blanc 那么这个就是白葡萄酒主要看的 它是一种金黄还是一种金绿色 那么还有呢 如果对于红葡萄酒 那么我们看的就是它的什么 红色 这个酒色是 rouge vif 是非常鲜亮的红色 还是什么 还是 rubi 我们指的什么 红宝石色 又或者是grenard 石榴红色 又或者是什么 cerize 樱桃红 又或者是 ou ombré 我们指的是琥珀色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说葡萄酒的酒色 真的是大有来头 对不对 即使是红颜色 它都有什么 各种各样不同的一种区分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观色之后 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颜色之后 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呢 il faut humer le vin pour en percevoir le bouquet l'odeur du vin 好的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就怎么样 要闻了 玉妹 要闻 要嗅 用大家的鼻子了 刚刚是用眼睛 那么我们现在用鼻子怎么样 来闻这个葡萄酒的什么 le bouquet指的就是 l'odeur 它的一种香气 酒香 那么说到这里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在眼前浮现出这样的一个画面 也就是我们说高高的鼻子怎么样 探尽了这个酒杯 但是鼻子一定不会碰到酒杯壁 对不对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嗅这个酒香呢 因为我们的鼻子不够高 那当然了 这也是一个开玩笑 但是确实啊 这个法国人 这个高高的尖尖的鼻子 还是有它独特的一个作用所在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 il faut humer le vin pour empersevoir empersevoir就是什么 就是能够察觉到它的这个酒香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看 玉莓秀文 by example 举个例子 玉莓 le parfum d'une fleur 我们说怎么样 来闻一下花香 花香 玉莓 le parfum d'une fleur 那么这是我们用玉莓来举的例子 那么我们来看看 酒香分哪些呢 我们来看下面一句 on l'associe on l'associe 我们是什么 结合了什么 雪和 du in vegetale 适合什么结合 一些植物的味道 bizembre有什么 framboise 我们讲的什么 富盆子 rose 玫瑰花 对吧 还有beche 我们讲什么 桃子 edutre 以及其他的一些味道 du les arômes de fleur 其中 我们可以闻到一些什么 花香啊 de fruit 水果的香气 oudivère 还有其他的味道 bizembre 其他什么味道 du miel了 蜂蜜的味道 等等 所以我们看看 葡萄酒的味道 内行啊 都能嗅出来的 所以我们第一步先观色 第二步是什么 嗅它的香气 酒香味 最后一步才是什么 才是品味 对吧 我们要细细的品尝 葡萄酒的味道 enfin 我们可以 咱们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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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葡萄酒 给你留下的什么 在你舌尖 在你的嘴巴里 上饿 留下的那一种 我们说的酒味 那么当然了 陈老师觉得 每个人对于味道的理解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句话里面是 dési de génlent pichon 他没有说是唯一的一种 什么酒味 对不对啊 那么他说是 根据个人的感觉 给你留下 不同的什么味道 那么当然我们说 口腔内不同的部位 对于味觉的体验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看下面一句 et d'il fort léger dou ap sec dommissic 那么我们看看 到底有哪些 in ratio呢 往往啊 我们说大体上会有这些 比较fort 浓烈的 这个酒的味道 还是léger 怎么样 相对比较淡的 还有呢 毒 比较温和的 还是up 比较什么 色的 还是什么 sec 干型的啊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这个干红类的 那么或者是什么 是demi sec 半干红型的 葡萄酒 那么你看看 有这么多类型的味道 那么我们看下面 on le boit apetite gorgé sant le goupé jamais en fumant une cigarette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看 到底怎么样把这个美妙的葡萄酒 把它咽下去呢 我们不能大口的喝 怎么样 要apetite gorgé 一小口一小口的咽下去 对不对 那么特别要提醒到的是什么 sant le goupé 这里的 goupé 请大家注意了啊 不是我们传统上的打断的意思 这个 goupé是什么 是稀释的意思啊 就是说葡萄酒是不可以把它稀释的 而且不可以怎么样 jamais en fumant une cigarette 不可以一边抽烟 一边喝酒 因为烟的味道 同样会影响我们品尝酒的味道的啊 好的 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一些règle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看 on détermine aussi le corps du vin 那么什么叫做le corps du vin呢 那么我们叫做酒体 酒体其实也是 我们说对于葡萄酒的一种专业词汇的表达 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啊 酒体是指什么 葡萄酒在口中的感觉 它决定于酒精 酒里面的单凝和干净出物的多少 酸度的高低或者是丰满或丹薄啊 那么酒体的轻重可表达为酒体的丰厚丰满 酒体均匀或者是酒体轻盈 是形容酒质 酒性的专用词汇 那么我们说酒质的轻重往往和酿酒的葡萄品种 是有很大关系的 当然这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 什么是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课文当中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我们说 île 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这个酒体啊 可以是什么样的情况 gorsé 非常的浓厚的 又或者是 généreux 比较丰满的 又或者是我们说的什么 valu des valu des 原意指的是天鹅绒斑的 当我们形容酒体的时候 指的是口感柔滑 équilibre 那么这些表述对于酒体来说 主要指的是它的一个什么 酸度或者是一个甜度 形容口味在酸度或甜度上 都能达到平衡的口感 那么这是我们对酒体的一个建设 那么最后呢 那么我们来看看 专业的品酒专家 我们说 他们还会什么 评论到说 这个葡萄酒啊 在这里形容葡萄酒 是否醇厚 有酒精 口味鲜明 又或者是什么 ci les long embouches 这个酒味啊 在嘴巴里面 是不是流香很久 那么这个都是 品酒师 他们的一些对酒的 专业的一些评论 那么最后我们看看 整篇文章 给我们总结了一句话 le savoir boire et donc un savoir vivre n'est-ce pas 那么它是一个反问句了 它说的是什么 le savoir boire 这个我们很明显看到 是两个动词凑在一起的一个什么 一个复合性名词啊 也就是懂不懂品酒 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 savoir vivre savoir vivre 它的衍生意义就是什么 就是处世之道礼仪良好的一种教养呢 那么这个也是给大家留下的一个思考题 就是懂不懂品酒是不是等于会不会品人生呢 其实这个是陈老师后面的一个衍生意义啊 那么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句话是怎么样理解的 好的 那么从整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 葡萄酒就是一种艺术对吧 无论是葡萄酒的一个酿制还是葡萄酒的一个品鉴都是什么体现了一种高雅的一种艺术感 所以呢 希望大家在学习法语之余 也要呢 对于法国的文化 特别是饮食文化 都要有所了解啊 那么这个也是今后我们再和法国人交流 交际方面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 好的 那么通篇文章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关于第二段呢 我们还有两道相对应的选择题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三题 首先我们对于酒来说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品色 对不对 所以是apprécier la robe du vin 那么这个没有问题 选择的是啊 那么第四题 il faut 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c humer le vin pour empercevoir le bouquet du vin 那么对于什么 酒香 我们应该是 humer 要去嗅 要去闻的 好的 那么 所以我们的题目应该选的是c 所有的选择题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那么最后呢 关于啊这个课文当中的一些常用的对于酒的专业词汇expression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20 20 对于呀 20 20 2000 D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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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一些刚刚其实我们在讲解课文的时候 陈老师都已经给大家补充过额外的一些专业类的文化知识 那么希望大家呢对于葡萄酒也能够加深印象加深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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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最后呢 给大家留了一个 一个问题啊 那么我们看看 当我们要吃鱼 吃生蚝 以及一些贝壳类食物的时候 我们应该配哪一种葡萄酒呢 给大家一点时间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看看啊 鱼 生蚝 贝壳 都是什么 都是海鲜类的 对吧 海鲜类应该配什么样的酒 给大家一些时间思考一下 是雷文blanc 还是雷文呼 是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这样分类的 我们说这个白酒 也就是我们说的白葡萄酒 白葡萄酒呢 一般都是配白肉的啊 什么呢 比如说鱼啊 海鲜类的 那么我们说红葡萄酒呢 一般都是配红肉的 比如说牛肉类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问题当中提到的是什么 提到的是这个鱼 生蚝蚝 贝壳类类的 比较专业的话的讲法呢,就叫做初发酵的香槟 那么另外呢,这个陈老师还要给大家补充一下课文当中没有提到的 我们说,我们在鉴上葡萄酒的时候,还有几个是需要去什么,注意的 我们说这个葡萄酒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颜色,对不对 前面课文当中也讲到,然后怎么样 我们要两个手指夹着这个酒杯的下面 我们要怎么样,要轻轻的平着摇晃一下 当然这个葡萄酒绝对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摇晃出来啊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葡萄酒一般在这个葡萄酒杯里面不到满的一个原因 那么稍稍的平摇一下,这个摇的过程是什么 是让这个葡萄酒,让它能够和这个空气把它一个融合 使它的这个酒香酒味能够淡发出来 然后呢,摇完之后我们再要看一下 这个时候看还能看出什么内容呢 那么我们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这个葡萄酒的,它这个液体 随着这个酒杯壁上面流淌下来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杂质粘在了这个什么酒杯壁上面 这个也是观察我们说这个酒的品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说看看它的酒的纯度是不是足够高 然后我们在真正品酒的时候呢,要注意了 我们不可以直接一口干下去 我们要一点点的,然后呢,嘴巴呀 口型要微微张开 稍稍啊,带一点空气流露到你的口腔当中 让这个酒啊,能够和空气再一次的一个结合 然后我们反复在嘴巴里面怎么样 给它巩固一下,最后悄悄的轻轻的缓和的把它怎么咽下去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上面 我们说才能真正的品尝出酒的这样的一个纯香度 一个味道啊 所以呢,我觉得听的再多 大家不如怎么样 赶紧自己去尝试一下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给大家上到这里 Voilà,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Au revoir, à la prochaine